黃立軍判十五年 他說很對不起呀 被控信司枉法、叛徒、濫用職權和受虧的黃立軍 昨天在成都市人民法院判了刑 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 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被告人王立軍 你是否上訴? 對 這麼順貪? 不止呀,還慢地道歉 我只能真正的說聲 對不起,真的對不起 要你失望 法院說黃立軍之所以可以判得這麼輕 是因為他下令重新調查谷開來的殺人案件 自首又提供重大線索 而律師就說會考慮申請保愛就醫 有評論員說 一個星期內就會公佈怎樣處置薄熙來 免得妨礙下個月舉行的十八大